贵妇肖像画蒙娜丽莎 在1502年,文艺复兴时期 由著名意大利艺术创作绘画大师达文西所绘画 是一幅世上绝大部分人都见过 可谓无人不知的名画 也是达文西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现实世上最著名的油画之一 根据瓦萨里记载 当年达文西花了四年时间完成这一幅画 此后就一直常被人审查、研究或演绎 但世上甚少有其他作品有同等价值 现今,这幅画属于法国政府拥有 并保存在巴黎弗洛宫给公众欣赏 但是,如此显赫的名画 极可能已经发生了曼德拉效应 在公开答案之前 先与大家玩一个游戏 考考大家的记性和观察力 画面中,有左右两幅蒙娜丽莎 你的记忆中,究竟哪一幅才是正确呢? 是左边,眼神冷漠 嘴角没有向上弯 还是右边,眼神轻松 嘴角带有明显微笑呢? 给大家五秒时间想一想 好,揭晓答案 现今的现实中 右边眼神轻松 和嘴角带有明显微笑的 才是蒙娜丽莎的面貌 部分人的记忆中 可能左边神情冷漠的 才是以往记忆中的蒙娜丽莎 也有部分人的记忆中 蒙娜丽莎一直没有改变过 一直都是带着微笑 并且,这幅明画的别称 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所以,画中仍有明显微笑 适合情合理 记忆中是左边的人 只是记性不好而已 但事实又是否真的是如此呢? 蒙娜丽莎是否一直带着明显微笑呢?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确凿证据 证明以往的历史中 左边神情较为冷漠的一幅 才是真正历史存在过的 蒙娜丽莎 你又如何解释呢? 2006年上映 改编着同名小说的著名电影 达文西密码 镜头内曾经出现过名画蒙娜丽莎 留意 电影中的蒙娜丽莎 究竟与刚才左边神情冷漠的一幅相似 还是与右边神情轻松 嘴角带微笑的一幅相似呢? 一起看看以下片段 我们再看一次 这是电影《蒙娜丽莎画像》的定格片段 这部以名画作者命名的电影《达文西密码》 非常明显的 左使用的蒙娜丽莎画像 与刚才左边神情冷漠的一幅非常相似 并非如右图神情轻松 现在我们看看左右对比 左边是达文西密码的蒙娜丽莎 右边是旧现实神情冷漠的蒙娜丽莎 明显非常相似 我们再对比 左边是达文西密码的蒙娜丽莎 右边是现今现实中带有明显微笑的蒙娜丽莎 两幅明显有分别 奇怪吗? 这个现象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明显十多年前拍摄并上映电影《达文西密码》时 名画蒙娜丽莎在工作人原因中 必定是神情冷漠的模样 当然拍摄这部电影时 蒙娜丽莎的画像必定是防制品 但是既然他们以达文西的话为主题 难道他们连蒙娜丽莎的真品都未见过吗? 有可能连这么明显的分别都看不见吗? 并且电影中旧现实的蒙娜丽莎 不但比新现实的神情更冷漠 脸型也叫消瘦 非常明显 名画蒙娜丽莎已经发生的曼德拉效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